跑男六全员归队即将录制,第一期用女嘉宾去遭抵制,陆寒尴尬了。 2月26日,雷迪斯安德杰特嫩,爱抄热闹的文文君又来了。今天给大家盘点的是被网友热搜的陆寒。 八卦不停,欢乐不止,下边随小编一起围观下今天的热门话题吧。 好男六全员归队即将录制,第一期用女嘉宾去遭抵制,陆寒尴尬了。 如今临近3月,距离跑男回归的日子也是临近,官方也在前段时间官宣了跑男成员名单,迪丽热巴的退出也让跑男团丢失了很多的观众,加上之前节目组对陆寒和迪丽热巴的强制CP也让很多的网友们对这个节目表示很反感。 近日,有网友爆料,关小彤会将陪同陆寒一起录制跑男第一期,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不满。 要知道陆寒和关小彤公布恋情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大的骚动,陆寒粉丝更是失望伤心的咬轻声,陆寒也是因此托粉百万。 虽然两人目前感情稳定,处于热恋型陆寒更是为了小女友克服坐飞机的恐惧,一起日本旅游,不得不说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啊。 对陆寒你了解多少? 且跟小编一起看看。 陆寒,别名,清晨的小鹿,鹿笑草,鹿哈迷,鹿鹿,傻袍子,袍袍。 星座,白羊座,鹿形,欧形,身高,178厘米。 出生地,北京市海添区。 代表作品,重返20岁,我是正人,盗墓笔记,长城,则天记,勋章,至爱,我们的明天,某时某刻,临界点。 主要成就,中文社交媒体上首位金氏世界纪录获得者。 首位国际唱片也协会认证的内地白金唱片歌手。 第二十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男演员。 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年度新演讲。 首位登上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封面的九十后男星。 首位美国媒体评选的全球最率榜前十唯一亚洲人。 以2.7亿财富居2016中国九十后富豪榜第五位。 2016影响中国年度演艺人物。 2016QQ音乐巅峰盛典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。 2016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年度全能艺人。 2016音乐V榜内地年度最佳男歌手。 中国九十后十大影响力人物榜首。 他人评价陆寒的表演打破了很多人对于偶像歌手演技的诸多质疑。 他的台词功底意外的好,非常自然,演技完全超出预期。